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比赛的时候 双方都为了胜利而出尽全力 整个气氛都会变得十分绷紧 但是随着赛事完结 两队队长不单不是敌人 更加是惺惺相识的同路人 年纪相若加入共同话题 兴趣令他们得到更多友谊和鼓励 继续未来的冰球之路 我每次去对待对面的球员 其实我都会有一个正视的角度 其实我不会因为对面有多少个 判断的记录 而他说要小心某一个球员 哪一个是哪一个 但反而我会教好自己的队友 如何做我们今场要做的策略 而去应付对面对手本身的能力 其实都是似敌似友的 来到场当然也是一个敌人 始终你赢了一场球 只赢和输 赢了之后 就可能做会有余的一个关系 可以打一个朋友 或者谈谈刚才你 几英雄多漂亮 或者谈谈其他事 不一定像一个仇人 打赢了场球就没有朋友做 所以通过冰球这个比赛 我都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增加了我的友谊才是 比赛真的要继续努力 你们两个都要 一直继续打下去 冰球你见不到的 友谊也要继续打下去 没错 还有你加油 记得今年可能不炎烈 但我们继续打下去 希望有一只人你会在里面见到我 我也希望有一只人 在上面打你 一起下去打我们 是 没错 一二这样 好 不要打手 我现在都毕业了 我下年就没可能再参加这个校者比赛 但我想那年有点可惜 始终跟队友打了两年 中间有气有悲 但是都没办法 唯独是向前看 我希望可以在外面的球队 或者争取多些练习时间 去继续提升我的技术 向更高的迈进 香港冰球会都继续有举办 不同大型的赛事 我相信我会加入那些赛事 去发展我的冰球事源 一直向迈进上去 香港冰球发展已经开始起步 要在本地培训出优秀专业的球员 就要从学界开始 然后举办大型比赛 让球员见到目标和光明前路 透过一条龙的方式 令有志于冰球界发展的年轻人 可以清楚看见未来的前途和机会 香港冰球训练学校的创办人 胡文生先生 对于香港冰球活动发展相当投入 他成立了球会以及冰球学校 希望可以令更多市民 可以突破场地限制 认识冰球这一样活动 虽然当中需要大量人力物力 但是胡先生认为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令胡先生这么投入推广冰球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见到香港的球员 对冰球的投入这么高 就算多辛苦也好 都会每个星期定时来打球 亦都见到这个运动 其实发展前景可以很好 亦都有不少的小朋友参与 还有在世界上 这个运动也是一个主要运动 包括在职业赛方面 还有在奥运系列里面 冰球也是一个主要运动 我们见到香港的水平一直提升 其实是绝对有机会 在世界舞台上是占一席位的 在推广冰球的过程之中 胡先生经常都见到 学生在流冰场上初试球技 虽然只是一些基本技巧 但是这个情景 已经令他们十分感动 在学校里面的学生 见到他们上冰 其实令到我们整个团队都很鼓舞 因为其实运动虽然是很新鲜 当然有不少球员 都是想试试一些新的运动 但是其实见到一路持续下去的球员 其实真是很用心思地去学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伸手灵敏 但是教练有机会带他们去学 而他们都是很用心思地去学 很多球员都要自己去带他的器材 自己帮鞋带 我们教练就不希望那些小朋友 有全部人一起去服侍他的 所以见到那些小朋友 学会了不单止是打球 和球员的朋友一起去合作之外 其实是学得到他全人的一个发展 这个是很鼓舞的 也都我们见到那些学生 他们因为想去打球 他们都很努力读书 校长也都说他们的成绩和品行 他们永远都有一个进步 我想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其中有一间学校我们去推广了之后 那帮学生打了一季打得很开心 很投入 也都听回同事告诉我 学生他们联名写信给校长 告诉他们我们会努力读书 会很投入去做得好成绩 请校长继续给他们去参与这个比赛 那么可以见到其实学生 因为他有个运动 令到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提升 也都是有个目标给他们去追 那么这个是令到我们更加想 是将这个运动带给这些 是那么有潜质的学生 到来 到去 我们到来 我们到来 感谢观看